欢迎来到成功大学 这是一个强化学习计划 当你在追求这个被认为是目前最完美的生意决定时 我们相信这里所提供的信息和培训会使你走在正轨上 建立更成功的未来 每个成功的生意都有一个模式 一种方法 一种行为方式 它们是可以被复制的 遵循这个模式的人 如果他们运用了这些经过实现考验的原则 就能得到预期效果 这个生意也不例外 从这个行业中众多成功人士的智慧结晶中 你会发现他们所有人都忠诚地遵守八部模式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模式 每一步骤都以上一个步骤为基础 它还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整个过程不断循环 你在其中可以得到动力达到目标 让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八个步骤 第一 明确你的梦想 第二 做出一些承诺 第三 写出介绍对象的名单 第四 接触并邀请你的对象 第五 举办成功的聚会 第六 跟进 第七 检查你的进度 第八 传授这个成功的模式 你将要听到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按照这个模式来建立一个成功的生意 如果将他们的收入相加 你会得到一年数千万美元的数字 他们的信誉和专业水准不容置疑 就像跟一个在本行业中白手起家的总裁们坐在一起 你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亲自的指头 学会怎样以最快的速度 用最简单的方法达到顶峰 你还可以听到其他领导人传授的宝贵经验 以及经过时间考验的原则 这些是他们在发展非常成功的消费者团队的过程中学到的 尽管当时他们缺少今天我们所享有的先进的信息技术 当我们运用这些闪闪发光的智慧 凭借Quista这个电子商务工具 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光明未来时 他们为我们铺设了一条可预知的道路 你将要学到的东西 如果你去运用它们的话 在未来几年将会带给你巨大的财富 让我们首先为你介绍几位嘉宾 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一步明确你的梦想 为了要明白这个生意的心跳 你需要明白它是怎样开始的 因为在今天这个电子商务的潮流汹涌澎湃的时代 我们必须意识到当我们尝试去摘取星星的时候 我们能仅靠在一个牢固的基础和丰富的遗产上 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是迪维士和温安洛家族 以及跟他们一起合作的众多独立生意人 他们通过勤奋的工作创造了一个可以适应各种环境变化的生意模型 正是由于他们的机制和灵活 以及他们不断创新的意愿 我们才得以享有今天的位置 魁斯塔是多年研究和努力的成果 它已经进化成为一个革命性的生意模型 它将会改变新千年的商业面貌 迪维士和温安洛家族的完美和远见 对于有幸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众多生意伙伴来说 是非常熟悉的 回顾过去 我们相信历史会记住 他们以及和他们的众多生意伙伴 是创造一个概念 一个商业结构的先锋 他们所创造的概念和结构 不但是创新的 而且是超前于时代 与一些有结构的消费者群体一起分享地润 是一个40年前闻所未闻的设想 一直以来 消费者都是被认为用来产生利润的 并不包括在利润分享之中 但理查 迪维士 和杰 温安洛的想法与众不同 他们在1959年 共同发明了一个新的生意模型 他们的想法是与单个的 那些希望拥有自己生意 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合作共同建立合作的生意 并用一个无以伦比的 完美而强有力的公司 在背后支持他们 这个设想在之前从来没有被成功的实现过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 被成千上万的模仿者跟随 然而其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失败了 但这个神奇的公司 却成为一艘航空母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对他进行了彻底严格的调查之后 他被称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楷模 以及未来所有同行业公司的标准 和他的享有盛名的企业盟友 以及数百万独立生意人一起 他成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 随着新的电子商务公司 Crystal的诞生 我们相信和迪韦市和温安洛家族一起 我们代表着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商业机会 所以让我们兴奋起来吧 你是在一个战略性的历史时刻 走入这个生意的 在这个领先于时代的 电子商务公司的成长中 你将在一个可能是未来最大的 电子商务网站的建造过程中 扮演重要角色 这个合资企业 由很有声望的商业巨头 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人消费者 共同组成的 他将成为全世界商业领导人 所羡慕的对象 因为他综合了高科技和高接触 这两个在未来商业社会中取胜的武器 凭借着他的创新成果和高科技 他的基础十分牢固 并且具有全球影响力 老一辈已经把火炬交给了新一代 下面你马上要听到的是 迪克迪韦市的深入进 下面你马上要听到的是 迪克迪韦市的深入见解 他是全球独立生意人关系的高级副总裁 你会触摸到这个生意的强烈心跳 而不仅仅是一家商业机构的例行公事 迪克想起在医院里 看望父亲李察的情形 那是在李察心脏病发作之后 李察提醒他 千万不能忘记这个生意是从哪里来的 是以团队精神为核心的理念 构造了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伙伴关系 人们互相帮助 在1959年 谁能想到这个概念会成为公司 以及你和我这样数百万人的心跳呢 但他实现了 并在全球各地广泛传播 这个生意从哪里开始 怎样发展呢 然后父亲开始说一些 许多年前发生的事情 关于这个生意是怎样开始的 以及各种各样的独特的事情的发生 使这个生意成为今天的样子 那个时候做出了一些 在当时看起来很不起眼 但现在看起来则是很伟大的决定 只是那些小小的事情 他们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 让我们这样做 让我们那样做 坐在那里听父亲他们谈这些事 是很有趣的 我很明白 在医院里 当父亲听到每个人都问他 你感觉怎么样的时候 一定很厌烦 所以我就尝试着问父亲 别的事情 这真的挺有趣 当我们开始谈其他事情 他的眼睛就亮起来 你可以看出来 他感觉好些了 谈关于这个生意的事 回顾一些历史 以使这个生意成为今天的 这个样子的一件件往事 他不停的强调一些细节 他说 儿子 不要忘记这个生意是怎样开始的 永远别忘记 要记住他是怎样开始的 记住他为什么而开始 记住谁开始了他 让我告诉你们 他肯定不是指他自己或者文安洛 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大教训 你才是使这个生意发展的人 我们在亚达城并没有做什么 我们只是紧跟着你们而已 我要告诉你们 有时候这还真不容易 因为你们如此积极 但还好吧 我们也喜欢那样 你们每天在做的事情 是使这个生意发展的原因 我们开车回去的时候 开玩笑的说 几年前人们看的这个生意说 嗯 这个生意吗 在那里可能做不成的 因为他太奇怪了 他们嘲笑我们 但那些人的生意破产了 消失了 而我们还在 真的很有意思 现在我们跟别人谈话是一种享受 他们问 你生意做的怎样啊 挺不错呀 这不是很好玩吗 当人们抱怨生意上 受到的各种起伏和挫折 我说 我们做的还可以啊 而他们却不明白 在这里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每次我看见商业杂志上写着 这是新潮流 这是新的 使生意成功的做法 这是特色 最近 有人跟我分享了创造更和睦 更亲切的工作环境的方法 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是有意义的工作 第二是健康的人际关系 那是什么时候的观点呢 我们早就这么做了 每次听到人们说 这个是新的观点的时候 我都会很吃惊 那并不新 那就是你们一直在做 而且做的如此好的事情 但其他人总是学不会 有些人学不会 这是事实 但是 有些人能学会 对后者来说 英特的公司 正是由他们 为他们建立的 英特的公司 为我们的生意提供团队的支持 他们的事业发展计划 包括培训和教育课程 这使得 在有这个生意运作的每一个国家 都能够发展起大规模的独立生意人团队 我们相信 英特的公司和Quistar 为世界各地的独立生意人 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同样也是在这里 家族的第二代 也深入参与到 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中 多尔·史蒂夫和杰夫·耶格 是皇冠大使 德伯托和波蒂·耶格的儿子 他们组成了高级管理层队伍 并与这个生意的领导人密切合作 从小开始 我们就跟这个生意一起成长 这么多年来 我们也看到了人们的生活 发生了一些最显著的变化 三十多年前 我的父母德什特和波蒂·耶格 看到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商业机会 当时他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也没有生意专长 他们只用了为数不多的钱 就开始了这个生意 现在全世界有数以十万计的独立生意人 参与这个生意 直到今天 这个团队不可思议的增长 仍然不断让我们感到惊奇 但他们告诉我们 如果不是一开始 就发展和遵循一个持续的系统的方法 去建立生意的话 他们是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成功的 我所说的是一个经受时间考验的生意培训和支持系统 以及得到这个生意中许多其他顶尖成功者的帮助 并且每天都在被世界各地无数的人共同分享 这些人拥有同样的梦想 想成为最好的自己 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创造最美好的未来 今天 英特内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教育和激励的丰富源泉 它帮助全世界的人们学习这个高效的系统 它建立成功的生活和成功的生意 英特内公司的总部设在北卡罗兰州 现有的办公和仓库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 员工超过400人 一批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齐心协力 确保加入了英特内公司的独立生意人们 在新产品介绍 最新动态 以及国际市场开发等方面 得到绝对一流的信息和培训 我们广泛设置的生产和复制设备 让我们能够提供一系列精选的高质量的营销辅助资料 例如录像带 录音带 用多种语言写成的手册和电脑软件 这些使得人们在学习英特内培训系统的时候 在跟别人分享这个有威力的生意的时候 能够得心应手 我们还提供每周一次的卫星节目 英特内成功者频道 在聚会方面 英特内公司经常在世界各国无数个城市 举办生意计划讲解和各个层次的领导会议 我们十分欢迎独立生意人们 加入到这些信息丰富的 非常有趣的聚会中来 不论资历如何 他们都能在聚会上 直接学到成功生意领导人和顶尖人物的经验 供应公司 英特内公司和独立生意人三者之间 都有着成功的伙伴关系 这无疑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自豪 但最激动人心的一件事 是我们每天都在成长 我们一直在做计划 在建设崭新的最先进的设备 以确保独立生意人 在建立他们自己的生意时 我们在每一方面都能为他们提供优势 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在能力范围内 尽量使平凡的人成就不平凡的梦想 我们渴望看见这个承诺延续到21世纪 直到将来 在你学习的过程中 除了英特内公司的职员 还将有一个专门的成功的独立生意人团队 在背后支持你 这一资源的价值 你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你的支持队伍中 包括在这个生意中 各方面都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他们会给你提供正确的意见和领导力 这是你为生意打好牢固基础所需要的 你可以信赖他们 接受他们的教导 让他们帮助你制定战略 以通过最直接的途径 达到属于你自己生意上的成功 我们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这些资源 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上 如果你需要为自己得到智慧 而向这个生意的导师们付钱的话 光是咨询费已经是一个大数目了 事实上 我们相信 我们相比起其他生意最大的优势之一 就是我们的支持团队 以及免费的专业咨询 你得到最好之中的最好 一个在国际上广受尊重的供应商 一个无与伦比的事业发展计划 以及一个供你私人指导 让你走向成功的咨询团队 现在来谈谈 那些从我们的成功中获益最大的人 那就是你 因为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自己成功的关键 因此重要的是 你要学会怎样运用这个不可思议的事业发展计划 去创造你应有的未来 并达到你的目标和你的梦想 这是一个伟大的生意 我们认为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商业机会 但是 使它在你的生命中发挥力量的原因 则是很个人的 这是背后的为什么 它埋藏在你内心的世界和蓝图中 它就是你做这个生意的原因 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去梦想 只有你才能做到 你日后有多成功 取决于你的梦想有多么清晰 以及你有多么相信你的梦想 在这个生意中 我们将要听到很多这个生意中的话语 我们心中想的和口中说的话语 比我们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更加有威力 它们组成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不安全感 我们的自我形象 我们的恐惧和我们的信仰 事实上 我想坦率地说 你过去想过的 说过的话 建立了你今天所拥有的生活 而将来 你能拥有的任何事物 不管是什么 都有你所想的 所说的新的话语来实现 当布莱恩·麦肯莱尔 第一次接触这个生意的时候 他是俄克拉荷马州 一个教堂的音乐牧师 他太朱迪 当时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经纪商 一开始布莱恩并不想做这个生意 是朱迪看到了他的力量 但没多久 布莱恩也明白了这个画面 起初他很犹豫 没有成功的把握 但他听到的 他说出的每一个字 开始建立他的梦想 你必须知道 你能够得到它 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就是一切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相信 我们所说的话构成我们的世界 有时我们所说的话是我们所相信的 有时我们所说的话是我们并不相信的 但因为我们所说的时间足够长 结果他们变成了我们面前的现实 今晚我站在这个讲台上 并不是因为这是我的梦想 今晚我站在讲台上 是因为它成为了我的梦想 因为尽管我对自己能不能做成这个生意 并不是很确定 我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向人们讲计划 我说的话构成了我的世界 从我口中说出去 飘到空气中 再回到我的耳朵里 铭记在我心里 每天我向自己推销这些话 我想在座的某些人 也许你们所有的人都要经常向自己推销它 如果你相信你所说的话构成你的世界 你们说起话来就会加倍小心了 我想告诉大家现有的 能够帮助你们建立成功生意的 最伟大的支持工具之一 就是录音带 我还记得当我一开始参加这个生意的时候 对录音带的看法 我还很幼稚 我说我不需要这些磁带 我已经够积极的了 他们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很多人一开始都是这样想的 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听这些 我们一些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思想斗争 但我们全都度过了这些阶段 让我这样说吧 如果你想要一个好的生意基础 就需要一些信念 录音带录像带和聚会就这样开始了 其中有些你没有共鸣 有些你会觉得好极了 有时候你喜欢那个故事 但不喜欢传授的方法 有时候你喜欢那些传授方法 但不喜欢故事 但这没关系 这些话语都留在你的脑海里 就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里 你听得越多 它们就扎根越深 如果你坚持听下去 它们就一定会结出果实 有一年 我把朱棣带到瑞士过情人节 一天下午 我们决定要出去做一些特别的事 于是我们就在瑞士吃早餐 在意大利吃午餐 在法国吃晚餐 之后共度美好时光 我怎么知道你也能够做到这些的 我在一盘录音带上听过的 有人教我们建立梦想 说总有那么一天 你可以自由环游世界 我自己并不相信的 我不得不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听这盆磁带 一定要有人向我们推广这样的信息 几年前 我们刚刚建好了一所房子 面积有900平方米 五个车库 还有各种各样的好东西 在我住的那个地方 我们的房子被称为中西部的石头屋 建筑商从全国各地来看我们的房子 看它是怎样建的 有一天 某家公司的代表出现在我们的门前 他问 我想给你们的房子拍几张照片 准备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建筑展览上展出 你记忆吗 朱棣说 不介意 当时我不在 他说没关系 我不介意 15分钟后 一架直升飞机来到 在我们的房子上空盘旋了25分钟 给我的房子拍录像 我肯定邻居们都在想 啊 哪里来了一个观摩团啊 来的不是观摩团 来的是富人和名流的生活方式 你们知道它是从哪里开始的吗 它是从我的心里开始的 你知道对你来说 它从哪里开始吗 从你心里开始 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开始的 一个想法 一个决定 学习去做新的 自己不熟悉的事情 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 有时包含着迟疑的因素 你总觉得不舒服 那时候你一定要记住自己做这个生意的原因 然后呢 勇往直前 从不熟悉到熟悉 从不舒服到舒服 只是一个时间和重复做的问题 可是 你怎样从这里到达那里呢 但史密斯 从1979年开始 就全职从事这个生意 在此之前 他在公司里工作 今天他和太太威喜 在全世界各地旅行 与人们分享他们的机会 他们是一个验证了互动营销的可行性 并使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团队成员 跟我们所有人一样 他们也意识到 亏斯大成功 很大程度是因为 一个经受长时间考验的奖金计划 第一位是和温安洛家族 有理由感到自豪 因为他们创造了这样一个 无与伦比的利润分享计划 并为很多人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你们想得到你们的梦想吗 我没找错对象吧 多年来我们跟很多人一起工作 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你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一片混乱的 实际上 如果我们在前进的整个过程中 还能保持一片混乱 也许会比急着弄清所有问题的人 更快达到目标 但我在这里想把一些问题弄清楚 我们都有梦想 那是我们想去的地方 那是我们的明天 那是我们的B点 但现在我们在A点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今天 我们在这里 问题是我们有什么能力 我们需要怎样做 才能从A点到达B点 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有一个问题 是我首先想要回答的 至少是为新人回答的 哦 我们刚加入的时候 这也是让我困惑了最长时间的问题 我一直在想 我究竟得到了什么 我如此兴奋 可就是想不出来自己拥有什么 我拥有什么 让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可能会使你加快这个进程 要知道 这个生意现在已经是一个事业了 但Basey和我刚加入的时候 这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事业 但现在 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事业了 我喜欢互动营销这个名称 它听起来不错 因为每次人们向我问起 我以什么为生 我会说互动营销 他们的反应都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医生 人们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说律师 人们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说工程师 人们知道你在做什么 尽管这比较奇怪 但你知道吗 我们虽然看到人们有同一种职业的名称 实际上 他们每个人做的事情并不相同 我们做的是建立和发展销售团队 我们在建立团队 好了 你们怎么做呢 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就像有很多种工程师 有很多种医生 有很多种律师 我们的做法也各不相同 但我要说的是一个模式 一个系统 一个建立团队的途径 它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加成功 当你看着这样一个事业时 要记住的第一件事就是 有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着你的成功 首先你要有个计划 第二 你要有个模式 第三 你要有个系统 当你具备这三个因素 你就可以在这样一个行业中取得巨大的成功 但你需要有全部这三个因素 第一是计划 Base和我做这行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发现成千上万的人有类似的东西 我们的更好而已 我们的更好 一开始听说这个的时候 我想我当时只是希望这是最好的 但这么多年来 我们已经学会分析 学会比较各个计划之间的差别 你知道吗 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在纸上 让它看起来很不错 我们也见过很多人 在纸上写下很多东西 让它看起来很不错 然后说这是个新鲜出炉的计划 它会吸引每一个人的 它是最好的 但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之后 公司的生意增长 比其他任何公司一年的生意还要多 这只是增长的部分 其他的公司都被抛得远远的 你可以把整个行业的生意汇总 再把其他计划的所有成功都加起来 他们的总和也不能跟我们现在 所看见的成功相比 没有比这更好的计划了 但你和我拥有我们自己的生意 它能成为什么 完全取决于我们 在你做生意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意 大多数人 包括我自己和我介绍的大多数人 在第一天晚上走出去的时候说 哦 我明白了 大体上明白了 两年后我们挠着脑袋说 我简直搞不懂这个东西 但第一天晚上 我们以为已经完全明白了 大多数跟我一起工作的人 都抱着跟我同样的态度 我们第一天晚上就说 我会向人们展示我的生意 人们会加入 我就可以坐着等前自己送上门来了 在座的有多少人是这样开始的吗 这个生意有一个模式 我们大多数人加入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建立生意的想法了 我们自以为懂了 于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做 以为这样就可以建立生意 大多数人所做的事情 都是与建立成功生意所需要的相反 因为我们并不了解这个生意 我们想当然去做的是 跟建立成功生意的方法正好相反 所以你不能走教育过程的捷径 同时期待在这个生意 或者任何其他生意里 赚到你想赚的钱 安迪·安德鲁斯 在接触这个生意之前 是一个成功的娱乐界人士 但他总是缺少时间 他总是四处奔波 远离家人 他定下一个目标 要通过这个生意获得持续收入 并拥有钻石的生活方式 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 如果想要拥有钻石所拥有的东西 他就要学习钻石所具有的知识 和做钻石所做的事 谁在赚钱呢 我可以很简单的回答 有知识的人在赚钱 知识最多的人赚最多的钱 现在这可以让你们松一口气 因为这跟我们经历的其他事情一样 所以医生赚钱比护士多 因为他拥有更多的知识 更多的信息 受过更多的训练 所以外科医生比普通医生赚钱更多 因为他拥有的知识更多 更多的信息 受过更多的训练 如果你是教师 想要赚更多的钱 人们会怎样对你说呢 回学校念书去 拿个博士学位 我们就付你更多的钱 在我们的国家 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知识 培训 和信息 就等于金钱 如果你每天 都坐在流水线前 每次有一个罗帽 经过你的面前 你把手伸进铜里 把一个螺丝拿起来 装好 在明亮下 这样的工作 让你赚到的钱不多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 把螺丝安到哪个罗帽上 要拧多少下 连这点钱你也拿不到 但我明白到 在这个生意里 知识等于金钱 这个道理后 我知道我的目标 就是要变聪明点 了解这个生意运作的知识 这就是大家 参加聚会的理由 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帮助你 得到更多的知识和信息 以前我做娱乐的时候 有一次到达拉斯 为一万九千个种玉米的农民表演 他们戴着帽子走来走去 帽子上面印着玉米棒 跟钞票上的一样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想起来挺奇怪的 后来我加入到这个生意当中 就想是什么让一个种玉米的农民 投资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周末和他们的钱 跑到达拉斯去听一个关于玉米的会议 但后来我意识到 这些人投资他们的时间和金钱 去参加会议 因为他们知道会议的组织者 玉米协会或者别的什么机构 会召集专家上台 告诉他们有关杂交玉米新品种 玉米轮座新技术和新化肥的信息 他们知道自己能学到东西 即使你是一个以种玉米为生的农民 对你来说知识就是金钱 专业人士做所有应该做的事情 去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并且运用它实践它 这个系统就是这样 这就是这个事业发展计划的全部 没有人天生就是做这一行的 每个人都必须学着去做 我们都缺少做这个的时间和环境 但无论怎样我们还是做了 所以我们都互相了解 所以这个支持队伍是如此珍贵 他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在这个生意里相信你的领导人吧 他们不会带你走错路 如果你认为他们不了解你所面对的情况 再想想 其实他们是了解的 他们通过听录音带 看录像 看书 参加生意聚会 掌握了今天所掌握的东西 他们的梦想成长起来 从不舒服 生硬 到熟悉 和充满乐趣 那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过程 它对每个人都有效 如果你不去应用它 那将是一个大错误 但是当你加入这个生意之后 生活并不再次停顿 大多数时候 它变得更复杂 我们变得更忙碌 我们的精力分散 我们还有其他的责任 一路上 我们总要停下来 好好看一下自己正在做什么 然后做出决定 选择能达到目的地的方法 那就是你成为自己的老板的时候 当你真的看清楚 并且决定了你要做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当你开始在这个生意中 追寻自己的梦想的时候 就是梦想变成现实的时候 你将听到钻石们常常提起的一点 就是德士特的成功的八部模式 第一步是明确你的梦想 第二步做出承诺 德士特说 梦想和幻想之间的距离 就是你要采取什么行动 让它变为现实 没有承诺 梦想或许很赏心悦目 但它们只会是梦想而已 杰里·梅杜斯当初并不想做这个生意 她太太雪莉却很热心 杰里的岳父对她的一番刺激 让杰里停下来 认真看看自己的方向 有时别人得到负面反应 会变成点燃我们火焰的木材 这就是发生在杰里身上的事 岳父对她的刺激 点燃了她的火焰和梦想 还有一直埋藏在她心里的承诺 今天杰里和雪莉·梅杜斯夫妇 是这个生意中充满激情的领导人 因为他们没有放弃自己 为什么我说没有比这个生意更重要的了 我也喜能说出几千个理由 我想这几千个理由就是进入我们生活的人们 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改变和幸福 理查迪威士说 任何一个加入这个生意的人 都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甚至中途退出的人 也比他们当初加入时拥有更多的东西 每个人即使是放弃者 离开者 带走的东西都比他们带来的要多 有时候人们对于在自己的生意上 花多一点时间就不情愿 是吗 你听过别人这么说吗 我可不愿意这么努力干 我要为别人更努力的干活 如果我是为别人工作 我要干更长的时间 简直疯了 是吗 绝对是精神不正常 知道吗 当你做自己的生意时 你要努力一千倍 你们中有人会说 老天我做不到 然后你就不去做 但你是可以做到的 正如我对雪莉所说的 如果要证明他行得通 得吃掉七千五百美元 我也真的会做的 朋友们 然后你们就会开始做一些事情了 有人想给你们留下深刻印象 对你说做别的投资 我也能做到同样的回报啊 你告诉他 你知道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你会这样说的 那天有个人对我说 你知道吗 我赚钱挺多的 我说 你要工作才能赚到这么多钱 如果你不工作就赚不到了 他说 我现在有一些投资 即使我遇到什么意外 每年可以给我的家庭带来十万美元的收入 我说 那不是真的 那确实不是真的 我说 请你认真想想 你告诉我 即使你现在发生意外 你一年也可以赚十万美元 那不是真的 对吗 也许只有一年 他最后只好承认 嗯 也许不是 有些人就像鱼一样坐在那里 以为张开嘴巴就有饭吃了 朋友们 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能跟这个生意相比 真的没有 我不在乎他们跟你说什么 他们说 我的公司很大 我赚了不少钱 是的 但你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日常开支和巨大的风险 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和这个生意相比 因为我们说的不是钱 我们说的是时间 如果有人跟你说他们的时间不够 这是实话实说的时候了 我是这样回答的 我说你可能不同意 但我要告诉你 我发现每个跟我说时间不够的人都没有赚到足够的钱 因为如果你有足够的钱 你可以付钱让别人替你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 然后你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难道不是吗 开始人们不同意 但后来发现我是对的 关于这一点 你一定能体会到 做自己的老板吧 有人说 如果我们不指挥我们自己 别人就会指挥我们 下决心去指挥你自己吧 你要成为自己最强硬的老板 做你曾经服务过的老板中最强硬的一个 这样你就自由了 知道吗 如果你不为自己做计划 不计划自己的时间 你永远不会有时间 如果你不自己约束自己 就不会得到自由 因为别人会约束你一辈子 在过去你会讨价还价 我做这件事 但不想做那件事 你说有些事本来用不着我去做的 有些事是我不高兴 不喜欢做的 那又怎么样呢 你可能每星期二十三十个小时 做你不喜欢的事 而只是为了得到暂时的收入 做这个生意吧 为你自己而做吧 当你为自己而工作 当你决定要做自己的老板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一切就开始改变 不只是为你而改变 而且为很多人而改变 在这个生意里 你不可能单枪匹马取得成功 你带领很多人 跟你一起走进胜利者的圈子 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变得更美好 雪莉 美杜斯 谈起他们经历的一些变化 我如果说 那些最有价值的部分 是心路历程 这并不令人吃惊 有一点 是我们大家都学会的 成功并不是表面的东西 尽管它会表现出来 成功 大部分其实是内在的 你们知道吗 回到北凯罗来州夏洛特市 我是多么的兴奋 这里是捷里和我起步的地方 我要告诉你们 那天我们开车经过城里的感觉 我们到德什特和博地的新办公楼去 猜猜我们经过哪些地方 我们经过捷里从前工作过的公司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开 经过我过去教过物理的中学 知道吗 那是星期四下午 我突然想到 啊 今天我们居然可以到这里来 我们大学毕业后 来到北凯罗来州夏洛特市 在那里开始工作 然后我们去了南方大道 我想 嘿 以前每天早晨 在糟糕的交通情况下 我从南方大道开车到城里工作 我们经过我们的孩子出生的医院 还经过我们住过的老式公寓 当时我们把孩子接回家 住在这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公寓里 现在 我们家的卧室 比那间公寓里所有的房间还要多 知道吗 看到这个生意 能为你带来什么 真的很令人兴奋 但我想告诉大家 是什么把我们从过去的位置 带来今天这个位置呢 知道那是什么吗 就是去学习掌握百万富翁的心态 并用这一种心态生活 不管你今天在哪里 如何 我都要这样告诉你 即使你已经是百万富翁了 你也一样要用这个思想 去学习培养亿万富翁的心态 第一 你要从今天开始 进行一次全新的思想大扫除 清除一切负面的东西 一切不积极的东西 只加入成功积极的因素 让我来告诉你 我是怎么做到的 我听了一盘磁带 他是怎样说的呢 他说 从现在开始连续三十天积极的思维 如果中间有一天你做不到 你就从头再来三十天 我简直数不清 自己重新开始了多少次三十天 但我学会了 把积极思维变成生活中的习惯 这就是你们要做的事情 你们要培养百万富翁的心态 要在生活中不断进步 你们一定能做到 然后我还学会 财富不能带来幸福 而幸福能够带来财富 幸福是一种心态 是一个决定 是你早上起床时做出的决定 没有人能够破坏我快乐的一天 我今天很快乐 这是我生命中特别的一天 那些没有梦想的人不能破坏它 因为我知道我是谁 我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 这是一个决定 然后我学会了期望着最好的事情 如果你认为自己不能胜利 那你就永远不能胜利 你必须要期待胜利 你要知道你会胜利 你要知道这是正确的 你知道这个生意是正确的 因为它对你很正确 对你的家庭很正确 对你认识的每个人都很正确 这就是你能够胜利的原因 这个生意实在太棒了 你要清楚这一点 我们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今天你们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更快的速度成为专家 因为你们有录音带 有书 有聚会 什么都有 这很简单 但财富就是有简单的事 简单的想法创造的 我们要学会 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令人沮丧的事情 即使再小的事也好 我们都要给自己一个积极的肯定 无论什么时候 当有事使你沮丧 把你打倒 你在想 这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你知道你应该说什么吗 我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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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任何事情 我都能做到 你首先要肯定它 解决方法就会自己跑出来 因为你把它说出来了 是你内心的梦想让你坚持到底 让你得到百万富翁的心态 你要让你的梦想燃烧 让它一直保持在你面前 我们要学会 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 不要去埋怨别人 我们不能埋怨环境 也不能埋怨想象出来的挫折 我们能做的只有靠自己 这就是我们要学会的 因为能够改变杰里和Sherry的 只有杰里和Sherry 不是天气 不是环境 也不是其他人 我们的目光要超越今天 我们要对明天充满信心 我们要学会 怎样在更短的时间里 做更有价值的事 我们要学会 如果一开始不成功 那是很正常的 我们要学会说 这个经验教育了我 这样我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那就是你要学会的 我们要学会 每天打开一扇新的门 我们要明白 一块滚动的石头 可以聚集财富 我们要让自己一直忙碌 我们要学会把事情做成 我们要知道 父母做这个生意的家庭 孩子们会健康成长 我们要知道 孩子们不会失去什么 只会成长得很好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我们要学会 信任德士特和伯蒂 你要学会信任你的领导人 我要告诉你们 我对他们的爱 无法用言语表达 没有德士特和伯蒂 我根本不愿意想象 今天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爱你的领导人吧 他们永远对你有着最好的愿望 我逐步明白到一个事实 就是上帝了解我 上帝爱我 他希望我成功 他希望让我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逐步明白到 上帝是慷慨的 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 还有谁能阻挡我们呢 我还想告诉你们 杰利和我真的感觉到 我们得到了上帝的保佑 我们如此幸运 然而我们知道 我们必须努力 我们知道自己必须非常努力 我们做了能做的每一件事 去互相建立 建立他人 建立这个生意 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事 去消除负面的东西 加入了积极的东西 我们知道自己每天要爱的更多 恨的更少 给予更多 索取更少 我们每天要勤奋工作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制造麻烦 成功的一切 就是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对德士特和波蒂耶格来说 一切都从1964年11月 纽约州的罗马镇开始 德士特和波蒂发展了这个事业发展计划 也就是今天我们大家都在使用的系统 当他们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系统 只是大家各干各的助理好运等等 这就像在旧金山的淘金热之前 进入广阔荒凉的西部一样 没有路 没有路标 没有落脚点 每个人都说 啊 山里有金子 德士特和波蒂是这个生意的开路人 今天他们所创造的成功之路 是由梦想 态度和行动铺成的 成功 成功是一个决定 成功是一种习惯 成功是你创造出来的东西 成功是你做出的决定 现在我们要变得富有 富有 财富是什么 财富对不同的人来说 是不同的东西 但财富是你得到比现在更多的东西 这就是财富 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得到比你现在所有的更多的东西 要得到它 你就要老老实实的去做要做的事情 我加入这个生意 是为了每个月挣一千美元 当时如果你每星期只挣九十五美元 那就是算有钱的了 以前我一个月只挣四百块 我想这就足够了 因为我得到了从前没有拥有的东西 但比起我能买到的任何东西 我更想得到一样东西 那就是自由 我不愿意让别人来告诉我 我这一辈子该干什么 我要自由的起床 按自己的节奏工作 想做多久就做多久 按自己的时间表做自己擅长的事 我追求卓越 我追求自己的梦想 我永远也不想失去对梦想的追求 我永远也不愿意失去那些目标 德士特告诉我们 盯住目标的重要性 生活总是有办法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把我们从重点引开 但德士特教给我们一个原则 你目光所去到的地方 就是你最终到达的地方 你不可能盯着一个目标 却得到别的结果 如果你死定了问题 结果就是有问题 而不会是得了梦想 把注意力放在你的梦想上 如果你有正确的态度的话 你就能实现梦想 你真的想成功吗 这个愿望有多迫切呢 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你知道 现在你正在为失败付出很大的代价 那么你愿意为成功付出多少代价呢 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 他们正在为失败付出很大的代价 Porty和我 为失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我们失去了很多 比如梦想 我们切掉了我们的梦想 因为没有办法实现它们 但是有一点 你真的要学会的 那就是学会变得灵活 不要让任何事情影响你的态度 我不管它是什么 我不管它是什么 很多人不能成功 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用灵活的态度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如果今天下午我来到这里 告诉大家成功的方法 那么在跟你们谈话之前的那个早上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在乎 我绝不允许事情糟糕到影响自己的态度 让我不能做一个好的演讲的地步 没有什么能影响我 有人问你在说什么呀 我在说的是 大家每天都会遇到的事情 换句话说 我不允许事情坏到影响我的态度的地步 我不在乎到城里最好的餐馆 付了75美元吃晚餐 饭菜却很糟糕 如果那天晚上我要演讲 我就会找这个餐馆的优点 我要保持好的态度 拒绝它变坏 成功是有秘诀的 其中一个主要的成功秘诀 就是你的态度 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就是你的态度 如果你态度不正确 你就永远不会成功 不管做什么 不管做什么 再说一次 不管做什么 因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态度是多么重要 你的态度就是内在的你 它通过外在的你表现出来 因为你的态度 人们或者被赶走 或者被吸引过来 如果你想成为胜利者 你就要学会培养和调整自己的态度 不要接受自己的借口 端正自己的态度 下定决心一定会成功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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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因为有人会说 哦 你不明白 我真的明白 但我不接受它 这一点至关重要 如果你想成功 没有什么能阻挡你 没有 绝对没有 你希望成功的愿望 要足够的强烈 这样 你才能有足够好的态度 没有任何事情让你失败 因为如果失败 你得付出代价 你一直失败的话 你就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如果你想要成功 就必须学很多的东西 学会被攻击 就是其中之一 每次受攻击的时候 你说感谢上帝 这是我上路的标志 从你走上成功之路的 那一分钟起 就有人攻击你 朋友们 享受它吧 要是别人停止攻击我 我会担心的 因为这不对劲 如果他们因为这样 或者那样的原因 停止攻击我 那我肯定做错了什么 我做的不够好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我已经明白到 那是一个过程 一个成功的方法 记得以前在罗马镇的 一个酿酒厂工作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人 大家叫他为 罗马镇的啤酒王 因为他制称啤酒王 所以别人才这么叫他 是什么使他成为啤酒王 别人做了三十年的生意 他才做了六个月 八个月 那个啤酒王 但是他有一种态度 他搬进了一栋楼 这栋楼里面 前八个业主都失败了 这并没有阻碍他 哦 前八个都失败了 有一段时间 根本没有人搬进那栋楼 他搬了进去 买下那栋楼 他有一种 一定要做胜利者的态度 他只有他的态度 除此之外 他什么也没有 他只有他的态度 这个人学会了去做一些小事 当人们走进他的药店 他学会跟他们握手 嘿 见到你真高兴 有一次 我把我的一个孩子带去 孩子的手上了石膏 因为手断了 他从不忘记问 嘿 孩子的手怎么样了 拆了石膏之后 怎样了 手怎样了 从拆石膏到现在 已经两年了 他每次见到我都问这个问题 他没有什么别的特点 但他却把每个上门的顾客 视为私人朋友 他长时间的 勤奋的工作 今天 他拥有纽约州罗马镇 最大的独资商店 他是啤酒王 人们蜂拥而至的 去他的店铺购物 为什么 因为他选择这样做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我不想当啤酒王 但这条成功法则是不变的 有很多人虽然成功 但他们却很可怜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成功的一个关键 却不知道态度是 关键中的关键 他们只在生意中 运用这种态度 却没有把它运用到 整个生活中 但你要学会 成功的第一步 比其他任何事都更重要的 就是态度 态度 你要培养正确的态度 你要说 我是胜利者 我会成为最大的胜利者 破体和我并不生活在过去 我们生活在未来 我们活在梦想中 而不是活在现实中 有人会说 你是说 甚至到了你的水平也那样 我停止梦想的一天 就是我生命结束的一天 对我是这样 对你们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讲的是成功 因为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我可以告诉你 怎样一步一步的建立生意 第一件事就是结住 第一件事就是邀请人们 到你家里来 所有这些我都能够告诉你们 但他们的重要性 不及我今天 要给你们的信息的一半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信息 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永远需要学习它 你们可以拿着这盘词带 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听 重复重复再重复 因为你们需要它 如果你想要成功 那你就一次一次的 不断的需要它 因为你们要回到态度 这个问题上来 它比什么都重要 所有成功的人 建立一个巨大生意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胜利者的态度 我一定能做到 劳伦 请上来吧 你可以的 我必须从台阶上走上来 但劳伦可以跨上台来 我总喜欢用劳伦举例子 因为我想 在这个生意中 再也找不到另外两个人 如果你的态度正确 你就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 劳伦 你有多高 一米九八 大概比我高三十五厘米 吃了牛翠来以后呢 我增高了三厘米 现在我们的身高很不同 对吗 劳伦 你的教育程度怎么样 我是博士以上 我是中学以下 好了 这是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你们要明白的 非常重要的例子 我们的身高差异的 大的不能再大 教育程度 差异大的不能再大 我不会接受劳伦 给我的任何借口 也不接受 他比我强的任何理由 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当然 高个子在更短的时间内 能受到尊重 这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事实 但我保证 我这两条短腿 比他们的长腿跑得更快 因为内在的你 才是真正重要的 现在 劳伦受过的教育 使他的说话很有说服力 但我从不接受这一点 这是很关键的 这里有很多极端的情况 有人教育程度高 有人教育程度低 有人个子大 有人个子小 但我们都能在同一个生意里面成功 因为劳伦从来没有说过 只有矮个子的人才能成功 因为德斯特就是个矮个子 我见过太多的人 有太多的借口 如果你要成功 就没有借口 没有 绝对没有 没有借口 这不是印在T恤山后面的口号 你的未来是受限制 还是充满可能和机会 区别就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